所以在九十一年的时候 我也得到这个政府的资助 就是玛雀的资助 我记得九家公司代表马来西亚 去了这个德国的展示 为全世界最大的GDS 书 exhibition 九十一年 九十二年 九十三年 我们完完全全都是拿鸡蛋 这个历史 看今天我不讲 所以我一直带过 九十三年 我开始突破了做代工生意 这是OEM 所以九十一年到九十三年 完全是零的 完全是没有拿到订单的 到九十四年 九十三年开始我已经突破了 到九十四年开始做这个OEM的生意 然后九十四年 九十五 九十六年都是做这个OEM 包括九十五年 我遇到了我遇到了我的一个恩人 叫做Tadou Chimichu 在德国不是在马来西亚 而且在当时 在这个九十四年到九十七年 其实九十七年 我们都为很多大的品牌 包括当时九十年头的那个Spice Girl 你知道吗 Victoria Beckham 现在是她的太太 Victoria Principal 都为他们 十几鞋子 还有很大的 很多的这个日本 美国的 英国 法国 西班牙 都是铁牌的 我们叫做铁牌OEM Business 所以经过十年 我就一个很大的感受了 我花大部分时间 差不多七八个月时间在外国 跑遍意大利啦 法国啦 德国啦 美国啦 日本啦 香港 去做Exhibition 大部分时间都不在马来西亚 所以经过十年我讲 如果是我不重新定位的话 我肯定有一天会 会遇到一个瓶颈 或者是淘汰 所以 另外十年的时候 这个是我做这个 OEM的时候 你看 是Rundi 所以今天你看 L-E-W-R-E的R就是Rundi 这些就是我们贴牌做的生意 其中几个品牌 我们超过一百个 一百家的OEM Business Aldor啦 Buffalo Buffalo ランド就是我当时 我设计给这个Spice Girl的 Cancel啦 Pauley的 FCUK French Connection 那么另外一个十年 当然为什么我会 从96年的时候 去改变我这个品牌的创立呢 而是 宝贝 有的 我以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